余百名藝人傾力獻記賀台興56週年 18位思義跨三代合作突顯傳承精神 為慶祝56週年台興 無線電視在星期日晚 便會在電視廣播城舉行萬千聲輝賀台興 集合超過100位藝人傾力獻記 與觀眾歡到這個大日子 影城住留著初心繼續創新的精神 56週年台興無論是舞台設計還是演出項目 都圍繞著初心的主題 就連由汪明泉領軍的18位大會司儀 亦以跨越三代的形式合作 陣容包括殿堂級代表汪明泉 鄧子豐 陳伯祥 阮兆祥 陳貝爾 黎子山 成功接棒的代表就是麥美恩 Patrick Sir 陸浩明 吳幸美 周易偉和馮盈瑩 新生代代表就是應屆港姐冠軍 莊子船 J-TOUR 賞委主持吳少倫 聖夢第一屆畢業生潘靜文 和第二屆畢業生彭家賢 東章女神何佩嘉 和製身長老行列的林正峰 對於火柏新生代出任主持 阿姐接受訪問時說氣氛很好 並且大讚新生代 青出越南 他們很會執生 至於聰哥說 這樣可以拉低我們的平均年齡 而六位新生代代表 就異口同聲說要訓練自己成為台慶的氣氛擔當 莊子船就透露私底下 又向同系港姐出身的詩者馮盈瑩取經 並且順道交換讀書心得 除了詩兒振用別具心思外 九大表演項目也以初心和傳承為主要的內容 由各有所長的資深藥人 率領著一群後喜之秀一起演出 包括大都會式歌舞表演的openning 大達的好聲音 中年福六壽 級十年後的我 星星夢女人 亞洲超聲團熱身召集 舞動鼓樂齊飛揚 打電話賀台慶 和網絡神曲Nancy Dance 九大表演項目中 以姐姐領軍的級十年後的我最為感性 相關環節將挑選初入行 入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和五十年的代表性藝人 世術追夢的初心 和各人入行後的起跌和成長 幻節演出藝人除了有時帝級的人馬 還有歌而優則演的代表和資深陸業演員 很值得期待 另外中年好聲音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參加者 亦攜手演出大達的好聲音大型歌舞劇 亦都很有傳承的味道 另外除了有網民千呼萬喚的特別嘉賓 穩光客串玩轉舞台 吳偉侯亦都會以吳大強Jr.的身份驚喜現身 和爸爸吳大強拍照 還原吳大強在以前追尋音樂夢想之路 而連日來超過百名的藝人密羅緊鼓 為台慶進行密集式彩排 其中以多位歷屆講者做主打 集合美感、動感、型格和高難度舞蹈演出的 舞動鼓樂齊飛揚最為吸精 Twins演唱會優先訂購秒速爆滿 開心宣布加開兩場 Twins雙隔九年重返紅館 演唱會優先訂購兩小時賣完 下午立即宣布加開一月二十八和二十九號兩場 過去Twins在紅館最多開五場 今次破紀錄開八場 不僅令粉絲引起若狂 亦令阿薩和阿嬌很開心 阿薩就說 以組合來說 入行二十二年還可以開演唱會 站在台上和大家慶祝 真是很難得 所以這個演唱會對我們來說很有意義 直到那麼多人還繼續支持我們 又感動又開心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有一個很好玩的晚上 細心一看 今次演唱會的公開發售日期 正正就是阿薩的生日 而演唱會頭場就是阿嬌的生日 問到兩個人是否特意選這兩個梁神吉呢 阿薩就說 當然不是啦 真是這麼巧 紅館期哪有得選就選 第一次公司跟我們說過開鬚日期 我們都覺得很奇妙 所以公司就說 不如在我生日那天公開發售 兩個生日都可以雙起臨門 阿嬌就說 選得中這兩個日子賣和開鬚也是第一次 覺得很開心 很受重視 家場雖然開心 但也開始有點壓力 希望到時可以做到最好給大家 問到阿薩是否已經想定 今年大事慶祝生日兼演唱會大爆呢 阿薩就說 哈?好成績才想如何慶祝 今年生日願望一定是做好演唱會 還有是身體健康 接下來要開始排舞和練歌 好身體很重要 而最近兩個人更為演唱會開始籌備開會 阿嬌因為身在外地工作 所以只可以用電話參與 齊齊開了四小時會議 整個開會過程都充滿寬笑聲 齊齊選歌 阿薩更加即時自行排舞給阿嬌看 好搞笑 之後兩個人又在Facetime當中合照留念 難得露面 媽兒子吳溫龍醉舊 73歲元秋精神飽滿獲賺越來越夜 吳溫龍近日回來香港 和甚少露面的元秋相約聚會 見到73歲元秋依舊狀態極佳 現年73歲的七小福成員元秋 早年在結婚後就適應 直至周星馳再三邀請 才復出參與電影功夫 更加憑著包租婆一角而為人熟悉 其後加入了TVB 參演過多部的劇集 都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過自從2019年約滿離巢後 就淡出幕前 好少公開露面 而最近的時候 和她合作無間的兒子吳溫龍回來香港 兩個人相約聚會 吳溫龍更加貼出兩人的合照 並且留言說 每次見到秋姐都非常開心 期待再一次一起工作 而在相片當中見到 元秋精神逆逆 臉頰飽滿 臉上皺紋不多 保養得非常好 又笑容滿臉 而且打扮非常時常 完全沒有老態 狀態極佳 不少網民見到兩個人的合照 都表示希望兩母子可以再一次合作 元秋姐越來越夜 好正啊 回憶回來了 又要看城寨 好掛著龍城虎的角色 何時再拍城寨衣服啊 好詩緊 朱子賢曬超蝶分紗照 中門大開 塑澳人身材 朱子賢日前在IG 分享草原分照 超蝶雷屎分紗 將她澳人身材表露無謂 非常性感 現年37歲的朱子賢 在2020年被曝偷食人夫 麗真葉 令形象一鋪清袋 但男朋友謝東銀 一直不離不起 早前更加直言 將來會娶朱子賢 但現在雙方會以事業為重 想不到朱子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超蝶分紗照 令網民看得深深眼 朱子賢近年獲TVB解凍復工後 參演了不少劇集演出 直到今年9月宣布約滿離炒 等到12月完成告別作 企業強人後便會向外闖 朱子賢離炒後經常派福利 而日前她又在IG分享草原分紗照 並且簡單留言說 Ashley in the Wonderland 在相片當中 她身上穿著DV Lace分紗 中門大開 傲人的身材表露無遺 加上超大裙擺的設計 性感得來又不失鮮氣 網民看過朱子賢的分紗後 都一字讚好 果然散發著公主的氣質 更加清純美艷 自然細衣 穿婚紗的女生最漂亮 拍得很漂亮很正 Beautiful shot 愛你真是好索好優雅 朱朱超級美女 仙女下凡 美麗動人 雖然也有網民很好奇 她與謝東敏是否很日子近 但今次的分紗照 未見到謝東敏的身影 所以相信應該是廣告宣傳相 また今次的一本來 好感動 還有兩本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